燃烧稻草容易造成空气污染 中华观光健康协会在副议长林宗翰的引介下 捐赠一批稻草分解菌 免费分送给台东县农民来使用 期盼农民可以多多使用分解菌 来维护台东县良好的空气品质 协会干部仔细说明使用分解液的各种好处 台下的稻农们也仔细聆听 希望在科技日新月异之下 能够找到更好友善环境的方式 那可以看到这个七天之后呢 这个稻草呢就会变黑色黑色 然后进去软化 软化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东西才可以被分解 那七天之后呢 软化被分解之后呢 其实这个稻草里面呢 是有非常好的弹铃角成分 后面有资料 为减少稻农使用焚烧方式来处理稻草 并维护台东县的良好空气品质 在副义长林崇瀚的引介之下 中华观光健康协会特别捐赠一批稻草的分解菌 来免费分送给农民使用 期盼透过与农民的面对面互动 让更多人能够接受新的方式来处理稻草 共同维护台东的良好空气品质 记得潘俊海台东市报导